怎么样感觉还可以吧 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脸水嫩许多了 跟之前有不一样了 哦 是吗 不过确实刚才的项目很舒服 对啊 你看你的脸蛋跟之前比起来好很多了 不过这样的效果如果你要维持久一些的话 一次是不够的哦 必须长期护肤才有用哦 哦 是吗 对啊 不如我跟你介绍我们的配套 只要你现在充值12次 不但可以免费成为我们的会员 另外我们还有提供会员优惠哦 12次的护肤项目你只需要付10次的钱哦 真的吗 那有什么附带条件呢 没有什么附带条件的 只要你是我们的会员就可以了 嗯 这样啊 是啊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优惠是限定的 本来没有名额了的 不过看在你是我们的老客户 我可以跟我们的经理沟通一下 如果你今天签配套的话 我可以帮你争取哦 嗯 那好吧 好的 待会我们结束的时候我帮你处理哦 哈 大家好 我是美貌与智慧病重的小男 欢迎收看消费人行动之投诉友们 这期内容由新兴荣誉赞助播出 多年来随着美容行业的发展 人们对生活和外贸要求的提高 美容护肤项目逐渐推去神秘的外移 正以常态化姿态进入大众的视野 但是新兴向的颜值经济 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消费陷阱 甚至医疗事故 像是刚刚开头的场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亲身体验过 原本自己只是去消费一次性的这个美容项目 接着有了消费体验 以及在美容师甜言蜜语的公事下 你就会心甘情愿的拿出自己的信用卡 刷一刷 毕竟爱美是每个女人的甜心嘛 就这样这起消费人投诉案的事主 林小姐在消费结束的时候 签下了配套 那至于美容项目配套的合约里面 有什么条例 林小姐就没怎么仔细的看清楚和了解 就签下了 确实像林小姐这种白领阶级的上班族 工作时都花大部分时间见客户 平日里对着电脑荧幕有时还要出差 真的是没有办法每天自己进行十分完整的护肤程序 所以像这样美容院的配套服务是再好不过了 相对来说比较专业 同时又能享受被服务的消费体验 然然对于林小姐来说 由于工作原因 她并不是每两个星期到美容院消费一次 有时是一个月一次或一个月半一次 在签下配套半年后 林小姐像往常一样打电话 预约下一次的护肤项目的时候 美容院负责人也照常帮林小姐预约了时间 并没有表明配套已经截止了 直到林小姐入约上门消费的时候 她却被告知 根据配套的条例 10加2的美容护肤项目 必须是在6个月的时间里使用 如不能在6个月期限里完成 剩余的美容护肤项目将被作废 对此林小姐向美容院方理论 表明自己并不知情有6个月的期限 重点是 她认为美容院有义务向消费者事先声明和提醒 然而美容院方则表示 消费者自己也有义务主动了解配套的条例 于是林小姐向对方要求 剩余5次的美容护肤项目 她想以等价退款 但美容院方却表示不接收退款 并再次表明 之前林小姐签下的配套是富有优惠价的 只能以原本的价格来等价替换其他的美容护肤项目 然而林小姐认为用原本的价格来替换根本不公平 因为她就是因为美容师说有特别优惠价才决定前价配套的 反之没有优惠的话自己是不会签了 这样也就不会有后面的纠纷了 由于双方谈不妥 林小姐只能7分的离开 不想再追究赔偿或等价替换项目的要求了 不过她实在吞不下那口气 随后林小姐便在自己的面子书写出这个不愉快的消费经历 但她没有公开美容院的名字也没转发在各个群组里 然而很不巧的 林小姐其中一位面子书好友与美容院的老板有共同好友 因此对方得到截图后便耍要告林小姐诽谤 无奈之下林小姐唯有寻求MTPN的帮助 而MTPN在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便带着林小姐 约见美容院的老板随之 听取了林小姐和美容院老板的立场后 便向双方分析情况以及提供解决方案 首先MTPN投诉官向美容院老板分析 国家赋予消费人保护的权利后 美容院方同意给林小姐两个选择 1.剩下的5次美容护肤项目以等值退款 或者 2.剩下的5次美容护肤项目 以等值项目替换 与此同时 林小姐拥有绝对的选择权 美容院也必须向林小姐赔礼道歉 最终林小姐选择了2 也就是剩下的5次美容护肤项目 以等值项目替换 就这样 双方和平愉快地解决了这事的纠纷 现在的女士们对于各类美容机构的推销 防不胜防 美容消费陷阱层出不穷 在此MTPN想给各位爱美的女士们做个提醒和提供建议 只要事情纠纷的其中一方符合法律定义的消费人角色 一定要留存证据方便维权 保存好消费凭证 做好消费记录 做到明白消费 放心消费 其消费人便受1999年消费人保护法令保护 1999年消费人保护法令第17条文 查明消费人可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尤其是如何得到为享有服务的退款 换句话说 为消费事项是在法律的保护下 消费人可以得到所长的 用网络途径为自己维权 不是一个正确的管道 当消费者遇到消费纠纷时 请及时向相关的部门进行投诉 除此之外 作为一个爱自己的女孩子 我也明白 不限美容机构为了开拓客户 采取强行推销的行为 这时候女孩子们可能 由于不好意思引力拒绝 就给了这些推销人员强留的机会 这时候姐妹们 一定要坚持住自己的想法 不要表现出任何的购买意愿 以及动摇的想法 最好立刻离开 更深的是 也有一些美容机构 为了推销其高额的产品或服务 股动消费者 从各种贷款公司贷款进行消费 大家一定要谨慎 于到这种情况 要想想自己是否真的需要这项服务或产品 如果不需要的话 坚持自己的想法 不要被推销人员轻易的蛊惑 如果有姐妹贷款 购买之后又后悔了 那么能不能认定是欺诈消费呢 不能 因为作为一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你应当知道自己的决定意味着什么 美容机构并不存在欺诈 但是如果美容机构 做出了虚假的承诺 那么这就属于欺诈 至于这种情况 能不能解除和美容机构的关系呢 可以 如果你还有未消费项目 那么可以解除 但是贷款还是要还的 总的来说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 和人民消费观念的不断转变 人们越来越注重自身形象 美容也越发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但在这个过程中 不少消费者的权益却受到侵害 遭遇维权难 最后希望透过今天的案件分享 各位女士能开开心心 变美的同时也能保护好 自己的钱包和合法权益哦 好的今天就说到这里 最后再次感谢SengHeng荣誉赞助 本期的内容 预知更多SengHeng的独家优惠及促销活动 马上扫描这里的QR课 或点击下方链接下载SengHeng App吧 我听说到这里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